国际足联希望在下个赛季开始前建立一个新的职业裁判组织 自前年6月上任以来 已放了几把火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 昨天在德国对外宣布了一个新提议 按照他的方案 国际足联将从全球范围内选拔出一批裁判进行培训 之后成为国际足联的雇员 同时这些裁判将为他们所在国的足协服务 但到了大赛如世界杯奥运会期间 他们将被召回执法比赛 据介绍这个方案目前还在完善之中 具体内容将于今年夏天到来之前公布 另外国际足联还修改了守门员持球规则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 新的规则将允许守门员在发球前持球6秒钟 他取代了现行的允许守门员发球前走4步的规则 老将马特乌斯将在今晚德国与荷兰队的比赛中披挂上阵 这是他第144次代表德国队出征 马特乌斯似乎与荷兰队有着不解之缘 20年前他第一次穿上了西德队的战袍时 对手就是荷兰队 在1980年的欧锦赛上 年仅19岁的马特乌斯第一次代表西德队出征 他们以3比2战胜了荷兰队 当时马特乌斯最崇拜的人还是荷兰名将克鲁伊夫 此后马特乌斯共参加过7场与荷兰队的比赛 但只在88年欧锦赛上输给对手一次 德国队主教练李贝克把马特乌斯看成队中的主心 有他在全队上下信心倍增 他们的对手世界背后有礼节卡尔德执教的荷兰队状况却不容乐观 在近年来12场比赛中战绩减为一胜9平两负 这次他们召回了斯塔姆 德伯尔 西多夫 戴维斯 伯格坎普和克鲁伊维特等大牌球星 志在一搏 今晚同样引人注目的一场有益赛是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交锋 这场比赛是检验激刚直教英格兰队的又一次考试 激刚派出了一支全部由英超球星组成的豪华阵容 而且比赛是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温布利大球场进行 英国人心里踏实了许多 阿根廷主教练比埃尔萨也不示弱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第六 比对手高出几倍 而且主力前锋巴蒂斯图塔去年10月还在温布利大球场代表佛罗伦萨队 攻破了阿森纳队的大门 为阿根廷队增添了不少信心 今天有可能是今年世界上足球友谊赛举办最多的一天 在这一天 欧洲和南美列强纷纷出动 在欧洲和亚洲举行19场国际足联认可的A级大赛 亚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巴西队与泰国队进行的泰王杯的一场比赛 巴西队此行召集了五位在欧洲踢球的大排球星 其中包括星科世界足球先生李瓦尔多 巴西队的到来令泰国的球迷们兴奋异常 他们蜂拥至曼谷的拉亚曼加拉国家体育场 观看世界头号强队的训练 以及他们心目中的明星 巴西队主教练卢森伯格为这场比赛组织了强大的阵容 信任世界和欧洲足球先生李瓦尔多必不可少 据说巴塞罗纳队早些时候不同意李瓦尔多参加这场比赛 但迫于国际足联的规定 他们只得放行 其他几位球星还包括皇家马德里队的罗伯特卡洛斯 罗马队的卡弗 以及勒沃库森队的埃莫森和泽罗伯托 在四支球队参加的泰王杯赛中 巴西国家队只同泰国队踢一场比赛 与芬兰和爱沙尼亚两队的比赛将由巴西青年队出战 泰国队已经进行了一场比赛 在周日的揭幕战上 他们与芬兰队0比0握手言和 为了迎战巴西队 泰国队也特意召回了 在新加坡和印度联赛中踢球的五名球员 担任主教练的是前英格兰队前锋彼得怀斯 球迷关注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 前天出现在了巴西国家队的健身房里 被细伤困扰了三个多月的他 已经开始了身体的恢复性训练 在里里约热内卢90公里的巴西训练营的健身房里 罗纳尔多显得比较轻松 从健身器械上锻炼的状况来看 罗纳尔多做过手术的右膝恢复良好 据罗纳尔多的私人医生佩特罗恩讲 罗纳尔多不久将可以随同他所在的AC米兰队一起训练 近来由于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举班地 黎巴嫩遭受了战火的袭击 安全问题成为最大的隐患 但是亚足联向组委会保证 亚洲杯仍在黎巴嫩举行 昨天亚足联队比赛场地进行了视察 安全问题让黎巴嫩组委会担心 亚洲杯会议题举行 上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会议上 亚足联确定决赛的举办地不变 使黎巴嫩组委会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们也加减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黎巴嫩此次共投资了 1500多万建设四座新的体育场 昨天亚足联高级官员 对正在建设中的贝鲁特体育场进行了视察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表示 他很高兴黎巴嫩仍能举行亚洲杯 虽然场地还在建设当中 但他相信黎巴嫩会圆满地举办本次比赛 亚洲杯决赛将于4月27号在贝鲁特进行 门票将在3月19号开始交售 德国老将马特乌斯 昨天第144次代表国家队出生 在与老对手荷兰队的交锋中 德国队1比2落败于阿姆斯特丹 而在另外一场引人注目的比赛中 英格兰和阿根廷队以0比0互交白卷 荷兰和德国都把昨天的友谊赛 看成2000年欧锦赛前 检验两队实力的一场比赛 所以两国政府都十分重视 在河德边境上安排了大批警察 以防止德国的足球流氓到赛场闹事 这也是对荷兰政府 在2000年欧锦赛上保安工作的一次考验 最终到现场观看比赛的5万名观众中 大概只有500名左右的德国人 比赛开始前 荷兰的队长戴维斯 向马特乌斯献上了一大束鲜花 对这位年纪40的老将 在足球事业中的突出表现表示敬意 但是主场作战的荷兰队 在比赛中却一点让每个对手留面子 开场仅15分钟 他们就利用简洁流畅的配合 攻破了德国队大门 科鲁伊威特立下了头功 毫无示茂的德国队立即发动了反击 7分钟以后 齐格级队队友纽维利回船 左脚竞射将比分翻成了1比1平 但是好景不长 仅过了3分钟 陈登就用左脚回敬了德国队一球 为荷兰队锁定胜局 以2比1击败了老对手 英格兰和阿根廷队的交锋 虽然以0比0互交了白卷 但是英格兰队踢得相当精彩 只是球运见家 多次与大门失职交臂 贝克汉姆因犯规又吃到了一张黄牌 第20分钟 希勒用膝盖射门 球打偏了 下半场 贝克汉姆的任意球 又与门柱擦肩而过 虽然英格兰队的队员们表现积极 但是0比0的比分 恐怕还是不能让球迷们满意 其他几场热身赛也十分激烈 世界杯冠军法国队 以1比0小胜波兰 意大利队凭借皮耶罗的点球 也以1比0小胜瑞典队 法国队在主教练勒梅尔的带领下 主场迎战波兰队 代表法国队出场第54的齐大内 在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时 攻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 这也是齐大内为法国队攻进的第13个入球 主教练勒梅尔在赛后说 上半时波兰队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但是法国队依靠最好的球员取得了胜利 在巴勒末 意大利队与瑞典队交锋 上半时双方均无限数 下半时皮耶罗拖地加都所上场 临冲场前10分钟 皮耶罗点球阀中 结束了意大利队四连败 及主场两连败的历史 在克鲁蒂亚萨格勒布 克鲁蒂亚队以0比0凭西班牙队 法国世界杯第三名克鲁蒂亚队 未能打入2000年欧锦三决赛 比赛中双方都有机会 但是未能把握住 在其他场次的比赛中 比利时1比1凭葡萄牙 土耳其0比2负挪威 南斯拉夫2比1胜马其顿 爱尔兰3比2胜杰克 匈牙利0比3败给了澳大利亚 卢森堡1比3负北阿尔兰 以色列以4比1大胜俄罗斯 卡塔尔0比1负威尔士 阿曼0比4负斯洛文尼亚 瑞士1比0小胜阿联酋 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 昨天在为庆祝泰国国王 70岁生日而举行的 泰王杯足球赛上 一点没有对手留面子 以7比0大胜东道主泰国队 昨天赛场内坐无虚席 泰国球迷们争相目睹 世界级球星的风采 巴西队也似乎要刻意展示 自己的记忆 先后7次攻破了泰国队大门 他们凌厉的攻势 初衷的脚法令泰国队防不胜防 世界足球先生 黎巴尔多和队友埃莫森 分别攻入两球 罗纳尔迪尼奥 如尼奥尔和贾德尔 也各有一球入仗 7比0的比分 虽然令主队有些严密扫地 但他们还是为能有机会 与世界同号球队同场经济感到满意